7点21分 今天周末星期六一早来带您看看天气的情况了 画面中呢是石门水库的即时影像了 哇有太阳确实哦 天气看起来很不错 周末两天天气都是很稳定的 呈现是一种满热的状态哦 白天的温度呢 大约平均都会在30度左右 相对的稳定 好大家都很关心台风呢 马蛙台风外围 从下周一上班上课日就会开始发威了 好我们目前来带您来看一下这个台风的 目前的一个最新的情况了 它目前的位置呢 其实距离我们台湾有一点远哦 好站这边比较清楚 它目前的位置呢 是位在这个俄网比一东南东方 1790公里的海面上 它目前是以每小时27公里的速度 向西北西的方向来前进哦 那么最新的欧洲模式这个模拟的路径图显示了 马娃这路径呢 大约是在四天之后 30号当天会靠近这个巴士海峡 好靠近巴士海峡的时候呢 感觉好像快要到台湾了 但是它到时候会受到这高压的牵引 或是减弱的影响 会逐渐的这个往北转了 就看它北转的模式 如果它到时候呢 这个晚一点北转 靠近台湾比较晚再北转的话呢 那么这个海陆景发布的几率就会比较高 但是如果它在离台湾比较远的地方 就开始北转的话呢 那么海陆景的几率就相对会降低了 好不过呢 无论这个马娃台风未来是怎么走 从下周一到周四 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 宜花东东半部地区 以及恒春半岛地区 通通都是属于迎风面 一定会下雨 天气情况呢 到时候是不是很理想的 这五大地区要特别留意了 微信图我们带您进一步来了解 今天各地的一个情况了 今天各地呢 全台大都是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只有东半部局部地区 不定时会有这种局部的震雨出现 在午后南部山区还有各山区 因为热对流的影响 会有短暂雷震雨的情况 白天高温呢各地大概30 31 32度 那目前看起来台风其实还很远嘛 台风还很远 所以呢这个对台湾的天气呢 这两天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从今天开始 它的外围环流这个暴风圈 会带着这个长浪 会开始影响台湾了 好那另外一张图可能看得更清楚了 周末浪大 四个大大的字就来提醒您了 好在这个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岸 到了明天呢星期天 长浪的影响范围是更大了 好今天呢大概是东半部是长浪 但明天呢几乎整个全台湾各地沿海 都陆续会有长浪出现 尤其从明天开始 东台湾沿岸呢浪高将会增高3到5米 好而且呢这个浪高还会持续的增大 最高呢恐怕会达到6米6米大约是两层楼的这个浪高 所以呢非必要这两天不要去海边活动 千万不要去海边 好另外呢海上作业的船只也要特别留意了 小丁尼我们带来看到了周末呢这两天呢天气是微热的 是相对的稳定 但是刚刚特别提到北海岸东台湾容易有长浪 没事呢真的不要去海边要注意安全了